义拳的装功是在行义拳的基础上结合了各门各派的一些权术的优点 然后王老呢王现在呢总结了一套系统的装功 就是每一个装功呢它都有每一个装功的作用 并不是说我占一个一个这个承冒装就行了 一个破约装就行了这样是不够的 也不能说这是行义拳只占三体式 三体式它有三体式的作用 但是你只占这个是不行 以后我们练习异拳的它就是一是养生 第二是借机就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养生呢也是注重人的这个修 人的内在的这个修为 修身养性 它不注重这些什么形式啊套路啊 然后呢花小小腿的那些方面的东西 主张的是简洁实用 本身这个传统武术啊真正的传统武术 又稀奇的古怪的啊复杂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真正其实跟这个 真正的这个实战呢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啊 你要练习实战就是越简单啊越直接 它越有效啊距离越短啊速度越快啊 所以说呢传统武术呢应该多注重这个功力的训练啊 根基的训练啊 而不是这些外在的法权修飞啊 你真正打人就是呢几下子啊 不会有那个几百刀几百事啊 你比如说行翼拳的马行啊 在翼拳当中呢就是直接啊练习啊发力啊 啊行翼拳的腐行呢在翼拳当中呢就是啊 啊扶了发力啊啊啊走起来啊这是啊 复刑行翼拳劈拳是在三体式上啊 这样收回来在这位置啊劈出去 一拳把行翼的劈拳演变得就是更加直接 手拿起来直接往下啊劈下去啊 这样的一步三掌啊或者摩擦步的 这种掌法啊这样呢这个连击性啊 包括机动性都更强一些